属牛的人在2024年将会迎来巨大的转运,摆脱曾经的低谷,属牛的人在财运方面也会有意外的横财源源不断地涌入,同时,不同人群的走势也大不相同,职场精英方面,流年天干为正观,与丑牛人称暗和之下,职场精英这一年目标明确,动力强劲,事业表现出色,人脉畅通,加上600报案助力。 抓住机会,往往能开创全新局面。不利之处在于碎军劫财,在职场上容易遭遇激烈竞争,与碎军相破,可能会引发争斗耗制破财,因此,职场精英今年保持平和心态,远离是非之人,尤其重要。 经商人士,对于经商的朋友来说,流年有600偏财性照幅,多有机缘巧遇,尤其在投资理财或合伙经营方面,亦有突破性进展,全年败源和合作机会相对较多,但逢阴沙,黑星,与他人合作,要格外注意,别有用心之人,不关轻信他人盲目扩大或大额投入。 碎军却才意味着容易有钱财破号的情况出现,尤其需防止争斗,竞争增大,兄弟朋友拖累等情况造成破财。 单身男女,2024甲陈年,由于流年与碎军相破,又无相关桃花吉星拱照,再加上事业求财占据了大多教经历,今年蜀牛单身男女在桃花方面想要有进展,需要做出积极努力。 好在,蜀牛的单身女性遇到正缘流年,桃花缘分依然值得期待,有不错的缘分出现,可积极争取,把握住机会,可尝试敞开心扉,试着接纳他人,太过孤方自赏,可能会错失良缘。 对于处于单身状态的男性朋友来说,如果有心仪的目标,不要畏首畏尾,否则可能会有他人杰足先登,大胆主动,才能抢占先机。 已婚人群,因正观暗和,已婚属牛人,今年情况较为复杂。 一方面压力较大,负面情绪增加,对伴侣有热情冷却或感情骤变的意向。 夫妻之间容易有倚嫁争执,甚至可能闹到老眼纷飞。 另一方面,碎君结财,已婚人群可能要面临感情有他人竞争的局面,婚姻与家庭在天风险,建议以婚属牛人多关心陪伴爱人,不要因为只顾工作而冷落了对方。 深深学子,进入2024甲陈年,流年正观暗和,属牛的学生,今年学习欲望强,行事认真负责,学业上言语律己,是有望取得好成绩的一年,不利之处在于,与碎君相破。 学子们在平常学习中会感觉到压力山大,心理包袱重,情质难舒展,身体也容易出现问题。 同时,今年容易有各种想法和冲动想要去实现,心中跃跃欲试,无法静心来专注学业。 其实生效运势的高低是所有人都无法去操控的,唯有修行自身的智慧是趋吉避凶的唯一法则。 在这里也分享一篇文章,希望各位有缘的朋友能静下心来,好好的读一读,也许能给你一些简单的领悟或心灵的沉淀,相信这对你未来的运势会有很大的帮助。 有一位作家写道,所有在群体中欢声笑语的年轻人,终究会成长为薄情冷漠的中老年人。 年少之时,你我热情似火,总认为自己的真情可以换来别人的真心相待。 殊不知,这一切都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。 一旦我们受到过社会的毒打,以及他人的算计之后,相信我们就会改变以往的观念,从而变得薄情冷漠起来。 很多人都觉得,做人过分薄情冷漠,那并非是好事,往往会让自己活成孤家寡人的模样。 确实,一旦人活得薄情,身边的朋友就肯定会减少,人脉也会变得稀疏起来。 可是,那些所谓的朋友或者人脉,他们真的能够在危难的时候助我们一臂之力吗? 做人,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。做人过分热情,把真心寄托给了别人,也不见得别人会帮我们。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,往往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,一切都跟利益息息相关。 所以说,无论你多重视感情,50岁之后,不妨跟这些人减少往来,那你的生活才能逐渐平静下来。 50岁后,跟毫无感情的亲情减少往来。 在民间,有句俗语说得好,远亲不如禁令。 你的某些亲戚,有可能还没有邻居靠谱。 其实,也不是说你的亲戚就一定比邻居差,只说某些亲戚真的见不得我们过得好。 就拿借钱这件事来说,你把钱借给亲戚,跟你把钱借给外人,那最后的结果都是不一样的。 你把钱借给了亲戚,首先你会面临收不回来本金的风险。 其次,双方还有可能因为金钱问题而反目成仇。 反正,你把钱借给了外人,由于外人跟你没有太多的感情关系,所以对方只会按时还钱,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矛盾。 人到50,如果可以选择,那还是跟毫无感情的亲戚减少往来。 一切都没必要。 50岁后,跟落井下石的亲友减少往来。 小时候,老人家总跟我们说,要想知道一个人对你好不好,看他会不会在你落魄的时候伸出援助之手就知道了。 其实,像这种雪中送炭的人,只存在于幻想里面。 在这个世上,落井下石的人很常见,而能够伸出援助之手的人却少之又少了。 有人感慨,在职场中打拼,能够遇到不对你落井下石的人,就已经可以烧高香了。 这番话虽然说得无奈了一点,但却特别现实。 所谓强倒众人推,树倒胡孙散。 欺染怕硬,才是人性。 对于这些欺负过我们的人,我们不能忘记,而是要把伤痛鸣刻于内心深处,警醒一声。 五十岁后,跟白眼狼的减少往来。 故事后,一位农夫救了一匹狼回家。 可是,当狼苏醒了之后,却把农夫家的人吃得一个不胜。 故事中,一位农夫救了一条即将冻僵的毒蛇。 可是,当蛇感受到温暖之后,便猛地咬了农夫一口,让农夫中毒而亡。 对于这两个故事,我们不妨思考一个问题,为什么主人公都是农夫? 为什么农夫的结果如此悲惨? 农夫就是善良且老实之人的缩影。 而结局的悲惨,更反映了滥用善良的报应。 试想,把善心胃给了白眼狼以及毒蛇,那不就是愚蠢的行为吗? 人,就该保有朋友来了有美酒,豺狼来了有猎枪的原则。 唯有分清楚谁是敌人,谁是朋友,我们才能混得长久。 50岁后,跟画大饼的人减少往来。 在现实生活中,有这么一个名词,画大饼。 何为画大饼呢? 那就是给你描绘一张不错的蓝图,然后利用你,让你更加努力地去干活。 这种情况,在职场中经常出现。 老板给你画大饼,目的不是为了给你升职加薪,而是为了迷惑你的心理,从而更好地把控你。 年轻人很难跳出老板所画的大饼,因为他们设施未深,所以他们会深信不疑。 只不过,做人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。 至少,大饼再好都是虚假的,不现实的。 而我们手中的钱以及所得到的物质才是真实的。 对于那些经常给我们画大饼的同事或者亲朋好友,我们不需要理会太多,远离就好,切勿成为韭菜。 50岁后,跟无视你付出的人减少往来。 在现实生活中,有可能你付出了很多,可还是换不来别人的感恩。 哪怕是一句好话,别人也不会跟你说。 哪怕在家族里面,你为这个家族付出了很多,但你的长辈以及兄弟姐妹都无视你的付出,还认为你的付出是理所应当的。 对于上述这些无视我们付出的人,我们还是别理会他们比较好。 人可以被砍绊到过一次,但绝对不能被砍绊到第二次。 人可以吃过一次哑巴亏,但绝对不能吃第二次哑巴亏。 为那些毫无真情的人付出,不值得。 如此,那我们不妨把真情留给自己以及爱我们的人,这些人才值得一生相伴。 仅此而已。 好了,以上资料来自于网络,那么分享就到这里,天道酬勤,要记得机会永远是给准备好的人,祝福各位亲爱的朋友,福气满满,财气满满,身体健康又逍遥,下期见。